另外在今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举办的中美经贸摩擦关键议题研讨会上 与会专家表示说 美国对华挑起经贸摩擦 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专家表示 美国挑起经贸摩擦一年多来 严重扰乱了国际经贸秩序 破坏了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美国阻挡经济全球化的行为 损人不利己 一意孤行下去注定是一个多数的局面 乱打贸易战将导致全球经贸持续紊乱 和全球经济下行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的测算认为 中美贸易战短期内会使世界经济增速 下降0.3个百分点 专家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资源全球配置 产业链深度互欠 早已成为一种趋势 这也是国际贸易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石 无论是以提价稳出口 还是以提高产品品质赢得美国以外的客户 都必须提升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和价值链的维持 从而带动国内产业和经济升级发展 都必须提升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都必须提升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